杨桂花娘家是平原,各家各户都有大片的农田,哪怕是遇上饥荒棉也能扛一阵。 现在杨大舅来借粮食,应该是日子真过不下去了。 小爷,你去请大舅和大舅妈来家一趟,咱好好问问,舅舅家那边到底怎么了? 香木炎是个腿脚快的,没一会儿功夫,就把杨大舅和大舅妈给请了过来。 苏婉叔这是第一次见两人,很是有礼地上前给两人行礼。 快起来,快起来,你看我们这第一次见面,我也没给待见面礼。 舅妈能来参加我和小爷的婚礼,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,哪里还需要什么礼物啊? 苏婉叔笑眯眯地给大舅妈倒了一杯茶。 大舅,你们那边也遭旱灾了吗? 开春那会儿,水稻还在田里,连着半个月的大暴雨。 他们那边是平原,农田里的水稻直接就被冲毁了。 后来大雨停了,我们又补中其他农作物,谁能想又碰上旱灾。 今年是年景实在是太差了,家里的粮食都好干净了, 我这才没办法来借点粮食营养集。 大舅,你想要多少粮食? 这个,随便给些就好,我,我也不知道要多少合适。 盛文英见杨大勇还在这里犹犹豫豫,他多少有些着急,这面子能当饭吃吗? 灌城,桂花,小叔,小盐,今天当着你们的面,我也不要这个脸面了。 实话跟你说吧,早水灾那会儿,我们不只是农田被水淹了,就连房子也被水冲毁了。 后来干旱了好几个月,农田里颗粒无收,我们是天天吃地边的野菜才活到现在。 我们收到灌城烧来的信食,那会儿差点都没力气北上来投奔你们。 是老二说,我们留在村子里只有饿死的份儿,不如来这边看看,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 孙婉说没想到,杨家的质子竟然成了这个样子。 大舅,大舅妈,你们身上的衣服看着不像是桃花过来的呀。 我们两人这几件衣服,是一家十几口凑了凑才拿出来的,他们来的时候小心翼翼,生怕被萧家人厌弃。 等等大嫂,你刚才说一家子十几口子,二哥三哥他们都一起来。 嗯,他们不好意思来村子里,昨天晚上应该都在村外林子里过的夜。 苏婉叔心中惊讶不已。 现在天可已经冷了,晚上睡在荒野,很容易冻坏的。 杨家人为了不带脸杨桂花,竟然走到这个地步。 这样的亲戚,他怎么也要帮一把。 其他事情等会儿再说。 小妍,你去套牛车,咱先把几个舅舅接回来。 肖木炎和肖冠城赶着牛车,拉着杨大勇、杨桂花和苏婉叔出了村子。 他们的牛车沿着村外的小路,一直往青石山的方向走了两里地,才找到杨家人躲藏的那片树林。 二哥,你们,你们这是何苦啊? 就算你们落魄了,难道来我家里吃顿饭,我还能舍不得? 杨桂花看到自己的亲人,竟然落得这步田地。 扑腾一声跪在地上,大哭起来。 当年他脑子受了伤,变得脑子不怎么灵光,可家里几个哥嫂没一个嫌弃他的。 在给他找婆家的时候,那也是挑了又挑,生怕他以后嫁人了被人欺负。 桂花,你别哭啊,我们这么多人,全来投奔你,这不是给你找麻烦吗? 哥哥们看你日子过得好,就心满意足了。 二哥,你们收拾一下,都跟我回家。 我们这边虽然也遭了灾,但日子还能过得下去。 冠城啊,二哥知道你是个好的,可当下这年轻,你家有再多的粮食,也不够我们这么多张嘴吃啊。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,见过你们之后,我们继续北上,等出了永和州地界,肯定有我们的活路。 大哥,你给大家说一说,昨天我给两个孩子摆酒席,酒席上是不是有猪肉,有羊肉,还有从镇上请来的厨子给做的好些菜。 昨天每个桌子上的米饭是不是都关包啊? 是,冠城说的没错。 二牛啊,小妹家的日子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很多。 要不我们先在这里落脚,如果能找个活干,我们兄弟几个一生的力气,难道还能饿着家里人啊? 杨家人刚才听萧冠城说了那么多好吃的,他们全都饿得厉害。 终于,饥饿让他们选择暂时留下来,哪怕先吃一顿饱饭也好。 第二天一早,天还蒙蒙亮。 苏婉叔一行人就启程了,他们这次去长泰县送一百匹布料,外加二百个洞窗膏。 因为东西比较多,他们也没让杨家人跟着。 只有萧冠城和萧木炎,苏婉叔三人。 前几天下过一场大雪,关道上的雪融化之后,被车折压的全都是凹凸不平的沟壑。 这一路到长泰县,苏婉叔只感觉自己的胃都要被晃出来了。 爹,我们进城之后先下马车,拿着洞窗膏去县城问问价格。 等中午的时候,我们再集市那边集合。 苏婉叔说道。 萧冠城对于送布料的事已经清澈熟路,并不需要苏婉叔一起去。 萧,你们注意安全。 小哥,我想问一下你这边收不收洞窗膏。 苏婉叔上前问道。 姑娘,你懂医术? 小厮略有些惊讶地问道。 懂一些皮毛。 制作的洞窗膏都是我家祖传的方子。 苏婉叔胡扯道。 这样啊,你跟着我来,我让大师兄看看。 大师兄,这位姑娘说有洞窗膏想卖出去,你要不要看看? 马怀上前问道。 美酒祥生得很是粗狂,他看起来倒不像是个大夫,更像是个屠夫。 洞窗膏啊,行啊,姑娘,你可以带成品来。 美酒祥问道。 苏婉叔拿了洞窗膏递给美酒祥。 小,苏姑娘,你这次带了多少? 总共二百个。 都留下吧,我们这边洞窗膏冬天卖的很不错,不知道苏姑娘下次能不能再送一些。 苏婉叔把洞窗膏都给了美酒祥。 拿着银子和香木盐一起从文春堂出来。 快,快叫苏大夫出来,我家姑娘得了怪病,仰看这就不行了。 送苏婉叔出门的美酒祥,很显然认识苏妈妈,她赶紧上前帮忙。 马怀,去叫师傅。 苏妈妈,你扶着点卢姑娘。 苏妈妈,我来。 苏婉叔毫不犹豫地上前背起卢西云。 别看苏婉叔个头不高,但他力气很大,只稍稍一用力就把卢西云背了起来。 卢姑娘中了银语液的毒,我怕是一时半会儿解不了。 宋妈妈一听苏大夫救不了,整个人一下就瘫软在地上。 她跪在地上,拉着苏大夫的衣角哀求道。 苏大夫,求求你救去我家姑娘。 我家姑娘如此年轻,她不能死呀。 不是我不想救,而是我真的没办法呀。 银语液的毒非常霸道,如果服用的剂量比较小,只会浑身出红疹子,最多也就是毁容。 但如果服用的剂量太多,就算是大罗精仙来了,怕是也治不了。 苏妈妈,你赶紧起来,卢姑娘还有救。 说着,苏婉叔看向苏大夫。 苏大夫,我略懂一些医术,能否借你两套银针用? 好,我这里银针倒是有不少。 苏大夫没多问,直接拿来四套银针,摆在苏婉叔手边的小机上。 苏婉叔也没再多言,他假意从自己随身携带的药袋里拿银针,实则已经在空间里找了一会儿能用到的药材。 此刻的卢西云也就一口气吊着了。 苏婉叔毫不犹豫地把稀释过的灵泉水包裹在一个解毒碗里,拿出来给他化水喝。 苏妈妈过来帮我一下,先给卢姑娘喝一些解毒水。 苏婉叔扶起卢西云说道。 卢西云极为痛苦地睁开了眼睛。 他还没开口,就猛烈地咳嗽起来。 一边咳嗽,春角还有少许鲜血溢出。 姑娘,你可醒了,真好,真好。 主子,奴婢已经把药坟全都放到卢西云的点心里,只要他吃一口,今日必是回不来了。 很好,这个家里没有那个小贱人,果然花都香了几分。 恭喜姑娘,今天晚上大公子要宴请范将军。 姑娘不如好好打扮一番。 他这话落在卢新月耳朵里,那就是让他主动出击,把范海青拿下。 此事成了,卢新月肯定少不了萧素兰的好处。 是吗?那确实是个好机会。 姑娘,还有一句话,叫生米煮成熟饭。 萧素兰又提醒道。 你这死丫头,刚成婚才几天,怎么就这么胆大。 卢新月下午要练琴,不需要萧素兰在身边伺候。 他正准备回家。 结果走到假山,就被卢大公子拦住了。 素兰,可想死我了。 卢墨见私下无人,拉着萧素兰进了假山内的一处山洞里。 卢公子,这晴天白日里,万一让别人看到,我可怎么活? 怕什么呀,这是在我们卢家,哪个不长眼的,敢乱嚼蛇根子? 我听说,你趁着我在府上,竟然嫁给了病秧子。 素兰,你不是答应要给我当妾室吗?怎么…… 卢公子,我身份卑微,哪里配给你当妾室? 再说我夫君,那是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我反抗不了。 撒娇伯同情,是萧素兰惯用的手段。 卢墨还就吃这一套。 你别哭啊,我知道你肯定受委屈了,那病秧子,有没有碰过你? 公子,我把我的清白身都给你了,自然是不会给别人。 我那夫君常年吃药根本不行。 你说的可不算,我要亲自检查一下。 气场风雨结束,萧素兰回家的时候,天都要黑了。 我们去集市上,看看有没有兽皮出手,这天实在是太冷了。 只穿棉衣,你感觉冻得厉害。 好,都买几块皮子,给你和娘做身皮袄子,我就不要了。 江沐妍身强体壮,非常抗动。 两人刚进常态县,就看到两队官差手里,拿着两张画像四处插人。 苏婉叔躲在暗处,看了看画像上的两人,微微松了一口气,这画像画得不是一般的粗糙,就算拿到萧冠城和杨桂花面前,他们两个怕是也认不出来画像画的是萧慕颜和苏婉叔。 媳妇,这些人不会是找我们的吧? 萧慕颜问道。 咱两个太伤大事了。 苏婉叔想了想手里那块虎符,他得赶紧把烫手山芋丢掉才行。 要不然,赵将军的疯狗,怕是会一直抓着他不放。 苏姑娘,你怎么在这里? 卢欣云一脸紧张地看向苏婉叔。 卢欣云身边跟着宋妈妈,还有一个小丫鬟。 小丫鬟手里提着一个包袱和一些点心,看来他们是一起逛街了。 卢姑娘,满大街的棺材都在找你,你怎么还跑来县里了? 卢欣云很是关切地问道。 卢姑娘,你怎么看出那画上的人是我的? 卢欣云眨眨眼,他没感觉有什么难的呀。 苏姑娘,我送你出城吧,那是赵将军那人,如果你被他们抓了,怕是活不成了。 卢姑娘,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? 苏婉叔心中无疑,难道卢欣云知道虎符的事? 卢欣云微微点头,但没再多言,而是把苏婉叔和香木炎假扮成送货的小丝,带回了卢府。 前段时间,赵将军就打着抓奸细的名号,在成泰县抓了不少人。 我听范将军说,他并不是抓奸细,而是抓异己的家人。 我们成泰县的男儿,有好多人是镇守边关的将士。 赵将军这人向来多疑,为了让身边的人都听他的话,他喜欢扣押将士的亲人在边关。 如果有人不听他吩咐,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普通百姓斩杀掉。 卢姑娘,多谢今天相救。 苏婉叔很是感激地说道,他和香木炎藏在卢府,就算赵将军的鹰爪再怎么在城里搜索,怕是也找不到这边来。 苏姑娘客气了,上次如果不是你救了我一命,现在我怕事早已经成了一半枯骨了。 将军当日的事,卢欣云心中五味杂陈,说不出什么滋味了。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,刚才还跟苏婉叔一起说话的卢欣云,突然眉头微皱,一副很是难受的模样。 卢姑娘,你哪里不舒服吗? 苏婉叔奇怪地问道。 最近没什么胃口,我就感觉胃力难受得厉害。 苏婉叔是个大夫,下意识就帮卢欣云把脉,看看她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结果,苏婉叔的手刚搭在卢欣云的手腕上,她整个人都愣住了。 卢欣云还没出阁,可她现在的脉相分明是喜脉,被出阁的姑娘怀了深远。 而且她还是个庶女,如果被当家主母知道了,不管卢欣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,她都有权,悄悄把卢欣云给处理了。 姑娘,你定定身,先别着急伤心,现在你要打紧性身来面对此事。 苏婉叔温生说道,一旁的宋妈妈更是直接给卢欣云跪下了。 姑娘,这个孩子我们不能要,否则你怕是就没有活路了。 宋妈妈? 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,哪怕我把我一条命全都给搭上了,这个孩子我也要生下来。 姑娘,你这是何苦? 夫人已经和范老夫人在商量,新月姑娘和范小将军的婚期了。 而且就算现在你能瞒住,可三个月之后呢,你肚子大起来哪里能瞒得住呀? 如果让夫人知道,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范小将军的,你哪里还有活路? 苏妈妈,你不要再劝我。 明天我就去求姨娘,让她跟我一起搬到乡下庄子上去住,我们不在卢府生活,我想夫人总不至于赶尽杀绝。 姑娘,你还是太小看夫人了,这个孩子是范小将军的,他怎么会给你们留活路?就算是乡下庄子,那也是全厅夫人的。 他只要说一声,用不了几个月,你和姨娘怕事就会悄无声息地死去,哪里能把孩子安稳地生下来? 一旁的苏婉叔听着主仆二人的对话,大概知道了一些来龙去脉。 他说道,陆姑娘,如果你信得过我,可以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,或许我能帮你。 卢西云擦了擦脸上的泪,也没瞒着苏婉叔,就把他和范小将军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个清楚。 那日从医馆回来,我吓坏了,一直在屋子里没出门,就连晚饭都没吃,可谁能想到,那天晚上还是出了岔子。 半夜海青悄悄进了我屋子,他中了下三滥的毒,我没有办法就帮他解了。 那只海青灵走的时候说,他第二日一定会来我家提亲,可他并没来。 后来我才打听到,边关北蛮人打过来了,海青灵为受命去了边关,前两日将军府突然传话过来,说要迎娶敌劫,两家已经在定日子了,我…… 话说到这里,卢欣云面如死灰,她的出身,注定是不能让她和范海青在一起的。 陆姑娘,要不我帮你跑一趟将军府,如果小范将军真的变心了,你也不用为了一个负心汉,把自己后半辈子搭上。 这怎么行,外面都是抓你的人,你去将军府太危险了。 没事,咱俩也算是有缘分,我为你跑一趟就…… 苏姑娘,如果你不嫌弃我,不如我们今日一级金兰,成为一姓姐妹。 卢欣云是数出姑娘,一直被困在后院这一片小天地里,她向往外面自由自在的生活。 苏婉叔的洒脱和爽朗,让卢欣云忍不住靠近她。 好啊,我长这么大,还从来没感受过姐妹亲情是个什么样子。 卢欣云告诉苏婉叔怎么进将军府。 东脚门有个看门的大爷,你就说你是姬姑娘的人,她就会放你进去,带你去见凡小将军。 卢欣云说道。 行,那我现在就去。 刚住了卢欣云的院子没多久,他们就被卢欣云身边的大丫鬟湘和给喊下了。 宋妈妈,你这是做什么去? 湘和指高气扬地问道。 我家姑娘这几日身子欠佳,一直吃不下饭去。 奴婢想去外面买了一些鲜鱼回来,希望我家姑娘能吃两口。 也是,自己喜欢的男人要另娶闺女为妻,是个人都吃不下饭。 这人呀,要有自治之名。 明明自己出身低贱,还想着攀高知。 哼,这也就是夫人心善,祖国是我,早就把那个贱人找个农户配了。 江河指桑骂怀,把卢欣云好一个吧。 宋妈妈却是一句都没敢回嘴,江河是卢欣月身边的大丫鬟。 如果宋妈妈跟她杠起来,在这个敌树有别的卢家大院里,宋妈妈只会被悄无声息地处理掉。 江河姐,小苏兰又去大公子院子里了。 一个小丫鬟心急忙慌地跑了过来。 这个小贱人都嫁人了,还敢染指大公子,简直就是找死。 都跟我一起去,看我今天不把肖苏兰那个贱人扒了皮。 江河叫嚣道。 宋妈妈,刚才那丫鬟嘴里的肖苏兰你可认得,她是什么来历? 她好像也是你们岁叶镇上的,具体哪个村的不清楚。 听说是逃难逃来的常态县,家里有个病艳艳的夫君。 这个小苏兰也是个狠毒的。 当初那四个地痞,想要混混我家姑娘,就是她给出的主意。 小苏兰的到来,直接让卢星月变得无比阴狠。 媳妇儿,我们往哪里走? 江沐岩在屋顶转悠了一圈,也没找到范海清的宅院,只能求助苏婉叔。 我们下去找个小丫鬟问一问。 两人翻身从屋顶落下来,在那小丫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,苏婉叔一把掐住了小丫鬟的咽喉。 如果你告诉我范小将军的宅院在哪里,我就放你一条信,如果你敢跟我耍花招,我立马就捏碎你的喉咙。 从前面那个月亮门穿过去,一直往前走,又是范小将军的宅院。 小丫鬟的话音高落,苏婉叔一个手刀就把她给披晕了。 两人按照小丫鬟的质疑,很快就找到了范海清的宅院,只见院落外占了六个护卫。 四周还不停地有人巡逻,苏婉叔心中无疑,范海清又不是个黄花大闺女,怎么院门口还有这么多人护卫? 这也太奇怪了。 小丫,我们上屋顶。 苏婉叔低声说道,两人悄悄上了范海清所在的屋顶。 媳妇儿,看我的。 香木炎伸出两指,稍微一用力,掏出一个鸡蛋大小的洞来。 弱大的堂屋里站满了人,一个头发雪白的老夫人坐在罗汉床上,她跟前站着四个年纪各不相同的大夫。 你们这等医术,也好意思说在军中行医多年。 我孙儿只不过是一些刀剑伤,你们竟然治不了。 范老夫人低沉的声音传来,刚才给范海清看诊的几个大夫,被骂的钱都低下了头。 其中一个年纪颇大的大夫,上前给范老夫人行了一礼说道, 回老夫人,范小将军伤了内脏,我等确实没办法救治。 都给我滚。 老夫人,你别生气,咱还是赶紧迎娶卢家姑娘进门冲席,说不定还有转机。 这是正事,你去跟卢夫人说,我这边算过日子了,五日之后是个好日子。 是,奴婢这就去见卢夫人。 老嬷嬷领命出去了,范老夫人进屋看了一眼范海清,在两个丫鬟的搀扶下跌走了。 苏婉叔见屋子里只剩下两个年纪颇大的嬷嬷,悄悄从药袋里拿出一点毒粉,顺着小洞口洒到屋子里,没几个呼吸的功夫。 这两个嬷嬷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 苏婉叔和香木炎趁着巡逻不注意,悄悄从后窗翻进屋子里。 屋子里的温度略有些高,范海清只穿了礼衣,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。 他胸口上有很明显的纱布缠绕的痕迹。 姜木炎一脸严肃地制止道,苏婉叔有点猛逼。 我是大夫,给病人看病是部分男女的。 不行,你是我媳妇,不能给其他男人看病。 以前的肖母炎可没这些执念。 苏婉叔一下就想到了肖炎,肖母炎这是把肖炎的某些执念都给吸收来了。 他把他的小呆瓜带坏了。 肖炎,范小将军不是别人,再说他喜欢卢姑娘。 那好吧,就这一次,以后媳妇只能碰我的礼仪,其他臭男人的礼仪都不能碰。 等他把纱布全部解开了,苏婉叔整个人都愣住了,只见范海清胸口靠近所腹的位置。 有两处超过三尺长的刀伤,那刀伤极深,隐约有化农的迹象。 一看就有些时间了,可现在就这么放着啊,没有处理。 范海清的小命能不能保住也是未知数。 当前这个情况,苏婉叔也没时间帮范海清清理伤口。 只能先给他喂了一粒清热解毒的药丸和一点稀释过的灵泉水,先吊着他的性命,重新给范海清缠好纱布。 苏婉叔就和香木炎一起回了卢西云这边。